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和RSP0计划工作室合作 举办了《流浪的种子》国际当代艺术交流特展 以人类学、自然史结合了当代艺术的双策展方式 透过国内外艺术家进驻创作 引领民众以新的角度 反思人类的迁徙历程和文化的轨迹 也为博物馆的空间和功能 带来更多样化的能量 阿密斯卡更乐团以大自然素材乐器现场演奏 传递出大地的内涵与生命力 纵观台湾丰富的人文、自然特色 为了呈现背后的发展脉络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特别举办 流浪的种子移动与迁徙 从地方到他方的故事特展 从艺术的角度切入 以构树树皮布、大洋周游票和卑尔代呈现 种子为主题 所象征的是各种在世界流动迁徙的对象 所以这个对象不只是种子 不只是植物 可以是有形的人类、动物 甚至是艺术的创作 史前馆研究领域以历史、考古、人类学等面向为主 这次首度结合当代艺术 以两种视角的双策展形式 并邀请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 构树是属于台湾平地非常常见的食物 在南岛语中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因为它能够制作树皮的布 所以为了这样制作树皮的布 当他们迁移的时候 他们把构树的枝条带着走 迁徙到大洋洲的各个小岛上去 那这又见证了一个人类的过程 曾山四郎日本的这位艺术家 他为我们带来的是一个 那个身份T恤的这样一个计划 透过一段文字呢 在写在自己的T恤上 然后拍了一段一个合照 所以这个合照呢 同时它象征着这艺术家对他们的观点 还有他的作品 那同时也呈现了每一个人心中 想要述说的话 《流浪的种子》特展 即日起至10月14日 在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展出 展期内还有多场族群与文化交流的座谈 饮食与工作坊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参观 记者下家会台东市报导